眼前的这个男人 刚与自己的媳妇 洞房花竹丸 就要为国献出自己的头颅 有人的寡人说 是一族换一国之头吗 值 这在当今内国 任何一国都要说值 唯多大秦 不值 我大秦瑞士无价 可是赢四却舍不得 再加上蔚然舍命讲话 风高去韩国送死 末将难过 并且极力尽言 那韩国太子明明就是自己跳崖而死 还是冯高将他的尸体带了回来 不然那韩王连他儿子的遗体都见不到 他应该感谢冯高 可他现在却想要冯高的头颅 真是不可理喻 可是迎吉却说 韩国在战场上败于秦国 太子又跳崖自尽 韩王这是泄丝愤 世人不齿啊 迎司抚摸着冯高的铠甲久久不语 此时迎吉接着发话 将冯高送到韩国 是为了让更多的秦人保住头颅 秦韩的同盟条约 关系着秦国的生死存亡 这时未然知道厉害关系 末将如马 往生赎罪 你何罪者 无罪 迎司直言 冯高是你们浴血同袍的兄弟 更是大秦的英雄 你们无罪 若将冯高 送去韩王处 虽然那韩王心远 却愣了我大秦瑞士之心 不同 此时冯高感动了 向迎司坦言 自己受了爵位和赏金 更是娶了媳妇 没有了牵挂 此时 未然白起抓住冯高 示意让他不要说话 可迎司却说 你好巧啊 这不是商工买卖 这是你一条命啊 迎司看到白起和魏冉的表现 知道冯高的生死 关系着秦军的士气 于是给冯高画饼 你冯高 是我秦国的光荣 我若将你冯高 送去韩国 以死谢罪 那是我秦国持误 寡人宁 失业国 不失业事 秦国不赔罪 迎司把话说完 便背过了身去 他已然无法再面对冯高 可冯高已决心入韩 到了第二天 冯高踏上了去韩国的路途 使臣劝他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更何况王上已经答应了 可是冯高却认为 是为知己者死 眼下秦国有难 韩国愿意出手相助 一个冯高死不足惜 可是转念一想 冯高是没有选择的 到了韩国的太庙 冯高被五花大榜 被韩族按在了太庙前跪下 冯高被捆绑的模样 让秦史不爽 讽刺韩王是个小人 太子是战死沙场 虽死犹荣 而冯高是我秦国的将军 是为秦汉同盟而来的 应当视为英雄 视为壮士 可是韩王不屑一顾 只是催促秦史离开 但秦史倔强 恳请大王松绑 秦史 不要再次逗留 退下 眼看韩王不愿给冯高松绑 于是便上前夺过宝剑 亲自为冯高松绑 随即端来美酒 冯高将军 一路走好 秦史为冯高言辞送行 韩王终于报了大仇 随即盖上了王喜 秦汉就此结盟 但楚国可不好惹 国土面积战国第一 兵丁甲氏战国第一 两草皮革物资充盈 更由楚国名将景翠坐镇主帅 此人善用骑兵 一路攻打丹阳城池 一路绕道武关 攻打秦国蓝田大营 英四在得知此消息后慌了 因为蓝田距离咸阳 只有六十余里 十万大军只需半日 便可以兵临城下 当英华得知景翠 攻打蓝田之后 不顾主帅魏章的反对 执意要突围丹阳城 而丹阳城早已经被楚军围困 英华一出城就被楚军包围 就算是老虎也架不住群狼 英华渐渐体力不支 被楚军赐于马下 魏章见盈华有危险 于是带人冲入楚军 势必要救出盈华 但是奈何楚军太多 而且魏章的战力太渣 被连砍树刀 盈华无奈 只能出手相救 帮助魏章逃离战场 奈何盈华也到了力穷的时候 楚军仗着人多 将盈华挑入空中 秦国的摇寒之虎就此下线 当消息传到了咸阳 赢似悲伤万分 只能喝酒解忧 可是景翠已经攻下了蓝田 咸阳告急 还好秦国有韩卫联盟 敏元此时慌了 想让景翠扯军 因为邓城如果失守 那么颖都就危险了 可是景翠是一代名将 面对着空虚的咸阳城 他发出 说实话 这机会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都是无法拒绝的 为何寡人要第一个冲上战场 现在国境上 那敌军的虎狼之君 正在屠杀你的儿子 孙子 你的丈夫 你的兄长 他们现在还要来屠杀 我们的爷娘和妻子 我们能答应吗 这是秦国最凶险的时刻 嬴四提着宝剑 向全国百姓 发起战争总动员 而秦国也是第一次 面临着王国的危险 此时楚国主帅景翠的大军 距离咸阳不足十余礼 将士们 还有十余礼 就是秦国的国都 咸阳 让我们杀敦咸阳公 夺出了嬴四老二终合 此时楚军全军沸腾 而屈原却被绑在战马上 因为他反对进军咸阳 要求景翠退兵 持援楚国颖都 楚王更是发出三道密令撤兵 李将军 王上急 全军撤回 保护颖都 李将军 王上有令 尚若不撤 立即斩之 拿下 但是景翠贪攻 于是将密探直接绑了 然后指挥大军前进 而咸阳城内一片空虚 稍有不慎 秦国就会被灭 而秦国的四十万大军 分布在巴蜀义渠 韩谷关 商与等地的国境线上 想要回国持援 也是来不及了 而咸阳城的老百姓 也只剩下了老弱病残 所以营寺只能发动群众 你们不是平民 不是奴隶 我们是秦人 我们只有一个秦国 我们独献的分钟都埋在这里 我们能退让吗 不必要 拿起你耕地的离聚 拿起你宰肉的屠刀 跟着寡人一起退敌 于是秦国无论老幼 都在咸阳城旁挖壕沟建雕堡 连丞相张仪都开始扑稻草 而赵义此时有了计谋 他向营寺请战 要带领仅有的秦族 去烧掉储君的粮草 从而让储君撤退 营寺更是发出了指令 绕着大军走不做纠缠 烧了粮草便是其功 可是储君转眼之间便开始攻城 攻城气血十分精良 炮火更是异常的猛烈 打得咸阳守军摸不到北 储君作战异常凶悍 抬着攻城云梯直插咸阳大门 但咸阳军民同仇敌忾 用血肉之躯死守城池 可是储君的攻城墓庄 已经抵达城下 秦国百姓誓死抵挡 眼见着储君攻上了城头 可照意烧了粮草 这一下警脆慌了 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只能发出撤军的命令 近在咫尺的咸阳城就此解围 咸阳城的守军松了一口气 但储君是真的凶悍 当年三进陈兵二十万 未能攻克韩谷关 而今储君一国兵分三路 占秦韩位 还能差点指导黄龙 可见储国实力之强悍 假如储国的国君是储威王 那么咸阳城早就已经攻下了 储国自威王之后 一代不如一代 储国败北之后 迎即在军事会议上 主张此时秦军应该大举南下 齐国被燕照偷袭 必定不敢派兵 而储国此时虚弱 正是战地的好时候 迎四不说话 抬头望向了张仪 张仪却认为此时不宜出兵 迎即慌了 联盟质疑张仪 储国非同三进 一战 不会弱其国 迎即却不以为然 可是张仪考虑长远 认为以秦国目前的实力 想要灭楚是做不到的 当前储国惨败 秦国惨胜 秦国瑞士此次大战 伤亡十多万人 齐国此战只伤皮毛 赵国置身事外 赵武陵王胡扶齐设后 北疆拓地千里 东进安代国 南进吞中山 张仪认为秦国最明智的做法是 与楚修好 重新结盟 此言一出 整个朝堂都惊讶 可是迎四认为 单纯地递交盟书 楚王是不会答应的 退回汉中一半 你说什么 汉中之地 是迎华殉难的地方 是迎四迎级最难接受的 如今赵国崛起 齐国虎视眈眈 再加上结院的楚国 秦国很危险呢 可是迎四此时怒了 退地求和 不用再谈了 迎四甩手而走 说实话 谁听了张仪的主意都会生气 明明打胜仗了 还要割地赔款 这不成大清了吗 汉中一半 一半之地 唇齿一碰 便交付出去 还交付给一个 一向与秦为敌 又不敌秦国的楚国 若唤他人 有此言论 有此言行 寡人能留他全尸 这是迎四教训张仪的明场面 换作任何人都想不通 牺牲数十万秦军打胜的战争 还要割地求和 秦祖死不明目 所以迎四动怒了 严厉地警告张仪 念在你为秦国工作十几年的份上 不要让这份功劳变成了抱怨 可张仪认为秦国和楚国两败俱伤 得到便宜的是如今的关东五国 尤其是赵国实力大增 与楚国百年无战事 不能因为这一战成为世仇啊 但迎四上过战场有军人的血性 他认为秦剑银血不惧五国 就在两人争执之际 楚国使臣求见迎四 可迎四此时不愿意见了 因为他不想割地 不见 恳请王上一见 我见了说什么 人家是来要定的 可是张仪不依不饶 非要迎四接见 迎四没办法 只好让楚使觐见 楚使一见迎四 就提出汉中之地的划分 迎四表示张仪是开玩笑的 秦国从来没有割地求和的传统 然后起身就要溜 秦王留步 我王不要秦国之地 愿与秦国修好 楚王乃明君也 我王只想秦相赴楚 这下迎四急了 握住了剑柄 此时楚使开始找张仪的事 两国开战的始作俑者乃秦相 若不是他许楚国伤于六百里地 两国何须死伤几十万兵丁 所以楚王要当面请教秦相 楚使这不是打迎四的脸吗 张仪的所作所为 都是迎四之使的 所以迎四就直言 随后拎起配剑 步步紧逼楚使表明态度 张仪是秦国的注使 是大秦重臣和忠臣 张仪去楚国受辱 是秦国的耻辱 你们楚王在这件事上 想都不用想 臣愿往 迎死懵了 而在另一边的楚国 屈原积极向楚王建言 楚国近几十年来 一直在邦交上吃亏 就是张仪说唱能力强 秦军虎狼 再加上张仪的饶蛇之力 秦国如虎添翼 所以杀张仪 就是断了秦国的翅膀 此刻楚王动心了 而张仪是铁了心要入楚 他和媳妇诉苦 秦国大胜楚国 我却提出 割让汉中之地求和 这一切都是为了秦国 秦国江山若以千揪迹 又何苦贪恋这一城 这一地呀 怎料侍卫禀告 身为一个帝王 能够做到登门赔罪 这已经很牛掰了 然而在明清之后 就是无主盛名了 实属可悲 迎死前来道歉 就是不想让张仪去楚国送死 可张仪却认为 我一人若患得秦楚和平 这就是天大的便宜 天大的好事 更何况我不一定会死 可英四深知楚王的气量狭小 更何况 天有风高 以为结盟殉国 寡人绝不能再让任何一个秦人 不够受死 臣当初未患秦国兵威 诈以六百里伤鱼之地 又楚王入局 张仪不想再让秦国得一个虎狼之名 出国还是要去的 这样子 朕过过事也 迎死见张仪心意已决 随即叫来侍卫 给张仪软禁了起来 不许他离开咸阳 可是第二天清晨 侍卫禀告迎死 张仪已经出发去楚国了 迎死一脚就踹飞了侍卫 官人怎么交代你们的 相国病家臣 给臣等做宵夜 汤里有迷药 接着迎死便叫来迎吉商量对策 忠心议题只有一个 如何保住张仪的性命 可迎吉认为张仪糊涂 临走之时 没有带上秦国的福洁国书 就算楚王杀了张仪 秦国也拿楚国毫无办法 迎死此刻非常担忧 楚王虽蠢 还没蠢到家 真说不定 没进国境 便让人把脑袋看了 迎吉献出计策 现在立刻向楚国派出特使 准备两份国书 一份议和 一份战书 然后我亲自带兵 陈兵楚国南境 然而迎死真的能救出张仪吗 这个我们下集接着再讲 喜欢太史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太史在此先行拜谢了